欢迎收看2K SportsNBA直播 一起度过愉快的周日夜晚 现在赶快看看两队的首发制度 看看哪些球员将率先上场 看一下开拓者队 所以你们怎么看多伦多 他们在本赛季和对手的交锋当中 站在上风 每次开场不久就遥遥领先 所以你认为他们会继续按照具本表演 来到这里打好自己的比赛 我想事实的确如此 在对手证明自己具有击败你的能力之前 你只要执行自己的老办法就好 不过反过来讲 我敢打赌对手的教练席 一定在比赛当中制定了不少的新招数 浮茶 SEBA 日语进入 华生 南金金 Queen 南鑿燃 浮茶 rule 转送上 静负净ina 蝇blick 让修梦 均bike 离结合 脐白砍手 胖子 队用 viol Bul Bung a pendant下车凿 load 个赛ane戰狗or Sam 猛龙队获得了开场出权 让青龙队下轮 范弗里特拿球 他是一名稳定的得分手 闯军能拿下22分左右 麦克勒姆在外线 球被碰到 范弗里特拿球 巴安斯被卡温顿放手 原来是巴安斯吃球 範本球被卡温顿拿到 通常来说 在这种近距离的情况下 他的手感是非常棒 不知道这个球到底怎么回事 范弗里特拿球 他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成为投进 他马上要罚两个罚球 CJ麦克勒姆 你让对方突破到了篮下 那犯规就是唯一的办法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让对方罚球 总比让对方直接扣篮好 他准备罚出第一球了 他这个赛季罚球罚得很不错 运中率有77% 与上个赛季相比 他的罚球运中率略有下滑 他必须打得更努力 才能够追回罚篮罚丢的这些分数 这一罚没有中 他的第二队队分了 就到了卡温顿手里 现在是第一阶比赛打了一分钟 到了右侧侧翼 有人掩护 计时期还是怨 裁判吹了对面犯规 这样一来他能拿到两个罚球 他即将迎来本场比赛首次罚球 一罚进了 一罚进了 那这次罚球撞还不错 现在是第一阶 双方刚打了一分多钟 巴安斯站在很低 通过观察他的总得分 你可以发现他是一个不错的得分手 他场均能拿下15分左右 今天晚上谁访他 谁都要累个宰死 直到努尔基棋手里 他狠狠地把球扣了下去 像炸弹一样 精准的全球 直接将球塞到了内线 猛龙队获得球权 巴安斯持球 犯规了 牛速夫努尔基棋 这是他本场比赛首次犯规 得到了特伦特首 赛福利特 阿努诺比达前 从三分线之外出手多分 这个助攻体现出了他非常棒的跃势 目前比赛才进行到第一阶 双方刚刚打了两分钟 迈克洛姆在外线 迎着特伦特出手 篮板被猛龙队摘到了 巴安斯在外线 伊朗看十英尺开外的跳投 他出手瞬间对面犯规 背上罰球线罰两个 CJ麦克洛姆里的一次犯规 这是他今晚首个罰球 这个赛季他在罰球现场的 面场比是72% 或许这离他的期望还有一点距离 他这个赛季他在罰球线 跟他在罰球场下 曉晓 两发两中 如果您刚刚收看比赛 目前比赛进行到第一届 双方打了差不多两分半 得到了卡温顿手 鲍威尔 队友掩护 他直接上篮的份 简单粗暴 这个掩护的效果非常好 队友的突破和上篮 也很漂亮 巴安斯在外线 在卡温顿面前投篮 这一球太偏左了 开队者队正在追赶 现在是比赛的第一节 双方已经打了三分钟左右 三分球 这球打尽 他为球队再打两分 这场比赛他目前是两投一中 范弗里特拿球 到了右侧侧翼 西亚卡姆拿球 他就被努尔契提防守 西亚卡姆出手 球进了 这个回合的战士 你现在非常难受 打入内线 获得了命中率极高的投篮机会 开拓者队的球 他们落后一分 到了左侧侧翼 现在努尔基奇 他是球队进攻端的 稳定得分手 场均能拿下14.5分左右 队友掩护 他们还剩6分 咱们球被阿努诺比抢 范弗里特拿球 分球球到了巴安斯手里 全球给西亚卡姆 这个外线球没投好 不要给对手留下这么大的投篮空间 他们很幸运 对方居然没有投进 现在是鲍威尔他球 没投进 他投进一个 丢了一个 右侧的侧翼 投了个三分 这一头头歪了 到了侧翼 努尔基奇拿枪 他在上场比赛拿下29分 西亚卡姆抢到篮球 猛龙队领先 传球给范弗里特 巴安斯持球 被卡温顿放手 西亚卡姆拿球 卡温顿抢断 到了左侧侧翼 努尔基奇拿球 上篮尸半 这是阿努诺比 他上次出战拿下12分 西亚卡姆 抢断 鲍威尔在湖底 出手瞬间吹上 裁判看到对面犯规了 他可以发两个球 这是他今晚第二次 走上发球线 这球投劲 他翻平了比分 开拓者队换人 这一球近了 他们现在领先一分 猛龙队持球 队友掩护了 抛头出手 南斯拉玛 开拓者队获得球权 现在是鲍威尔拿球 和勒面对弗林的帮手 三分球出手了 这一球压少出手 可惜的是没有情况 随着第一节比赛的结束 双方的比分成仍然打得难解难分 开拓者队领先 仅仅领先一分 稍后我们就将立即回到第二节比赛当中 开拓者队领先 就到了鲍威尔手里 队友掩护 这个打板上篮上得漂亮 非常善于发掘防守的漏洞 然后突破上篮 面对南斯的防守 出手时间只剩五秒 到了左侧侧翼 弗林拿球 泽勒抢到弄队 鲍威尔吃球 他拿下了八分 就到了迈克勒姆手里 三分线外出手 篮反被猛龙队摘到了 目前是第二节 比赛刚刚进行一分多钟 被迈克勒姆抢断 到了右侧侧翼 他打算来个打板 但没打进去 多伦多正在追赶 走外 显了弗林 迎着迈克勒姆出手 弗林出手为重 目前是第二节 比赛才刚刚开始一分半钟 做一打 他这一球投得很准 猛龙队的球权 正在伺机拿到 自第一节开始之后的第一分 投篮片了 引到开拓者队来表现 鲍威尔达球 这一球没能顺利得分 这是他第二次失手 不过他也同样投进了两个球 不歇 面对南斯的防循 不歇 面对南斯的防循 不歇 这个三分球投得很准 我不确定 这是不是他们原本就计划好的打赏 但这个出手空间确实太好 肯定不能够错过呀 目前是比赛的第二节 双方已经打了两分半钟多一些 出到了报告也是 队友掩护 就狠狠砸进了篮筐 这对他来说真是小意思 当他突破到篮下以后 你几乎没有办法进去他得分 他选择了简单的单手扣篮的方式 来拿下这两分 比赛现在如此胶着 这两分非常重要 这个犯规实在是太明显了 他比赛发球线发两个球 一场发球线第5个球 一次发球线第1球 波特兰的 saber 等一下 还是读我 Gods 他两次罚球的法子很准 这是麦克勒姆 他在进攻端目前还无任何表现 还在寻求拿下本场比赛的第一分 南斯 第一位 卡温顿 到了左侧侧翼 他没头进去 猛龙队反攻 范弗里特拿球 他上次出战南下21分 这个球进了以后 双方的比分分平了 他必不是经常这么打吧 这个突破非常的漂亮 第二阶马上就要进行到四分钟了 这球打得真漂亮 五分不断交替领先 这个球让他们再次反超了比分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 两支队伍每次投篮 每次球权都在互相反超比分 全球给范弗里特 这是他第三次出手 也是他第二次进球 目前是三投两中 漂亮的防守预判到了对方的意图 然后抢先一步站住了位置 用身体去挡住对方 纸毫不去把身体接触 为球队挡住了一次进攻 开着者队换人 德伦多拥有球权 到了侧翼 巴安斯被卡温顿放手 全球给范弗里特 队友掩护 三分球出手了 他就折队的篮板 麦克勒姆在外线 是啊就差了一点 没有能够及时站住 这种级别的球员移动速度非常快 你的防守必须预判得十分完美 才能够挡住对方 就到了南茨手里 到了内线 他就分给麦克勒姆 计时器只剩4秒 此路不通 这点是特伦特 西亚塔姆拿起来 他就被努尔基奇防守 这一球抢到了 被努尔基奇抢断了 麦克勒姆在外线 到了左边的侧翼 努尔基奇投篮不中 进攻时间结束7秒之后 比赛就要结束 西亚卡姆出手 出手得分 这真是个很不错的开局 他本场比赛是三投两中 他们第一节似乎怎么投都投不进 现在情况开始好转了 是啊 现在情况好转 他们正在弥补慢热的开局 现在麦克勒姆 他在本场比赛中还没得分 三分投篮 从外线飞过来的一球 球进了 上场比赛现已结束 双方军有上加的一线 开拓者对领先 领先一分 稍后在暂停之后 我们就将与您共同进入 第三节的赛事 第四节的赛事 整个上场 双方都在拉锯 而未能拉开比赋 第三节比赛即将开始 球到了鲍威尔手里 这个球没投进 轮到猛龙队来表现 看弗里特难球 西亚卡姆 阿努诺比达球 对面碰到球了 他拿回了球 漂亮 这个球打得不错 这场比赛在很多方面都很接近 但是篮板球是他们占独的一项 是啊 篮板球争夺上的斗志 能够弥补球队很多的不足 最有掩护 三分球来了 麦克勒姆这球出手不太好 猛龙队领先 出到了巴安斯手 他来了一记爆扣 作为一名大前锋 他当然能跳得猛高 正是由于他的弹跳能力 才弥补了他身高上的控制 现在到了比赛下半场 已经打了一分钟左右 到了左侧侧翼 努尔基奇那球 是从三分线外出手的 西亚卡姆抢到篮球 他们目前还处于落后 看看他的表现 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落后 双手暴力扣篮 这种扣篮确实能够稳定 他们的领先优势 现在是麦克勒姆吃球 没错 已经来到了下半场 目前比赛进行了一分半左右 这场比赛 他显然没有给球队 带来什么贡献 他的表现太惨了 传球给西亚卡姆 这一球投丢了 麦克勒姆拿球 到了右侧的侧翼 现在是努尔基七十球 他被盯得非常紧 队友掩护了 一个高弧线靠冬 麦克勒姆这球出手不太好 为了球队着想 他应该减少一些出手 他目前一球为敬 这是特伦特 他在被麦克勒姆防守 传球给西亚卡姆 范弗里特拿球 他们还剩四米 这是个三分球 冬队把篮板抢回来了 他出手了 球尽了 他们今天在篮板球上 做得真好 对方拖了八个 要赢球 你必须得努力抢篮板球 这就是我们今晚看到的 嘿 男人 谁想要一个充满的衣服 时刻要做声音 各位先生 你们在北方 去抢臂 打起来 起来 打起来 打起来 到了2分半中多一些 到了左侧侧翼 泽勒吃球 他还没得分 但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改变 到了侧翼 这是阿努诺比 鲍威尔在放中 阿努诺比这球出手不太好 托特兰正在追踪 就到了鲍威尔手 现在卡温顿拿球 到了左侧侧翼 鲍威尔 出手时间还剩6分 这一球没投进 他们的状态还是不太对 蒙蓉队拥有球权 7分是本场比赛的最大领先 也许他应该尝试更加正常的后来 我们知道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不过他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领先 这些优势最好还是不要冒险 单手扣男已经不错了 必须得想办法 给他们重新加把握才行 你说的没错 他们的进攻已经陷入了停滞状态 麦克勒马起来 一个漂亮的打板上来求进 开始陷入得分荒了 这一截五头只有一中 这是弗林 到了左侧侧翼 巴恩斯打 球出手瞬间裁判响哨了 对面犯规 他可以罚两个 他现在两罚两中 这一个对面的打 有一罐继续 我又换人了 第二阀 阀得很准 波特兰得起来 球到了鲍威尔上 麦克勒姆 球又回给了鲍威尔 投出去了 这个三分放得准 不知道该谁去防他 但给他留下如此大的空间 教练一定会骂人了 现在班斯 他拿下了十一分 干扰了 这是二次进攻机会 这个上篮让他们再得了 他们在篮板球上 占据着巨大的优势 是的 他们真正地组织了篮板球 这是取胜的关键 是到了鲍威尔的时候 球又回给了麦克勒姆 他出手的时候对面犯规了 他可以拿到两次发球机会 有尊重的最抽摋 这是他本身比较首次走高里 拧场者 CJ McCauley 在线踏上了 打开 两个射撞 第一球伐劲 虽然第一球进了 但这一次发失了 可以说这一节 他打得太任性了 巴安斯在外下 难死了吗 开队者队进攻 六分的分差 鲍威尔拿球 在比赛中拿下13分 球到了泽勒手里 毫无疑问 这次扣篮力道十足 他将球大力扣进篮框 他是场上的顶尖扣将之一 是的 他真是太喜欢扣篮了 蒙蓉队拥有球权 如果这里快打的话 最后一次进攻机会 就还是他们 他们必须把时间把握好 那是巴安斯之前 面对南斯的防守 现在是巴安斯吃球 再来一次 这个上篮上得非常棒 篮板成回接下来的得分 充分展现了他的能力 坚韧并且果断 还有非常柔和的手感 现在是迈克鲁姆持球 面对弗林的防守 迈克鲁姆持球 计时器还剩五米 三分投篮 丢了 三节过后 比分仍然未能拉开 多容多领先 领先六分 本次暂停后 我们就将立即回来 并进入第四节的比赛 就先 Kia 偶尔 就算了 但是 牛羽 船 卉杉 卉杉 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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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分线外出手 篮板被开队者队摘到了 他并没有在最佳的状态当中 但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 球队还是能够取得领先 球到了爆围的时候 努沃尔基奇进入内线 这个三分球偏了 猛龙队领先 看弗里特拿球 顶篮板上篮得分 非常漂亮的突破 杨逸 他甩开了对位的防守球员 在篮下获得了这样的大军章 目前打的第四截 双方才打了一分多针 爆威尔弹前 球打的篮孔左侧弹出手 我看留下这么大的空位是非常危险的 他居然没有投中 对方运气也太好了吧 西亚卡姆投丢了 当他在篮下持球的时候 就是需要打的这种防守 他们全都拼了命的防守 这一球不错 这个球手困难 因为身高上的差距非常明显 对于他来说 这是个很难的错位单打 尤其是在篮下 在内线遇到大个子的防守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个很大的挑战 他干得很好 看弗里特拿球 他起跳上篮擦板都很 这个掩护的效果非常好 对有的突破和上篮 也很漂亮 开队者队正在追赶 他们的进攻 打得真是乱七八糟 他们必须来一个 振奋人心的进球 才能重新振夺起 努尔基齐拿球 这一下运气不太好 轮到多伦多来表现 西亚卡姆出手 他没能抓住机会 让比分优势扩大到两位数 南斯在外线 比赛进行到了第四节 距比赛开始 已经快两分半钟了 出手位置距篮框有十英尺 球打的篮框右侧弹到外面 情不方便 他这一节打得很困难 范弗里特拿球 鲍威尔在放手 传球给西亚卡姆 计时器还剩五秒 高高跳起 单手把球扣进了篮框 队友给他说的 一部分非常 而且他也没有浪费时间 直奔篮下 一记扣篮 防守次的球员 完全没办法 快速绕过掩护 不是吗 是的 队友掩护的位置非常恰当 他的嘴站住没动 对方没办法 快速地绕过去 鲍威尔基齐投篮不准 他获得了绝佳的出手机会 不得不投 尽管没有投进 但下次遇到这柄 还是应该坚决出手 段弗里特拿球 到了侧翼 真是太棒了 又补了一下 他成功地抢到篮板球 直接补兰德芬 他们在三秒 是相当的强势 你看他们的篮板球表现 是现象级的 这么说还是有点完整 伙计们 你们真的是很有统治力 真的是努尔基齐之者 球进了 他已经走上滑球线了 这个球如果能滑中 他就能以此拿下三平 他们就是希望将球传到这个区域 而他这样的传球 或是现了他们的目的 才是者队换人了 这一球投尸了 他抓住了这个没人防守的机会 成功得分手 他是球队当中非常可靠的得分手 当他打出今天这样的命令 对方方的比赛同场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是麦克勒姆之球 抢到球了 输出界 开头者队继续合得球权 开头者队优的球权 落后12分 计时器只剩6秒 中距离出手 投尸了 这一球有点太长了 漂亮的防守 除非死死贴着他 否则他很容易就能命中 范弗莉特拿球 他就被努尔器提反 范弗莉特没投中 球到了麦克勒姆手里 范弗莉特拿球 一次距离很近的跳投 但偏了 紧固时间结束之后 再过4秒比赛就要结束 麦克勒姆这球出手不太好 范弗莉特拿球 多伦多赢得了本场比赛 这场比赛不乏精彩的瞬间 但是当比赛来到关键时刻 他们显然占据了优势 没错 他们在执行力上做得非常 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端 他们都很好地掌控比赛 每当走错一步 他们总能及时改正 并弥补先前的错 好吧 今晚的比赛就谁 但是已经建问了 怎么状利 Edu Brand 是不是在最终的 您不能本打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